那么我们以上呢是讨论了单个齿轮 前面我们讨论的一个是齿阔问题 第二个呢讨论的是单个齿轮 现在呢我们要研究呢 就是一对齿轮组成的这个涅合传动 应该呢满足什么条件 那我们想我们说这个齿轮的使用呢 它是成对使用的 那么首先呢要解决 就我任意拿两个齿轮呢 给它搭配在一起 能不能进行搭配 比如一个齿轮的后一个齿轮后 我们看你这个塞都塞不进去 那你首先这个就怎么来正确搭配 我们把这个叫做正确捏合的条件 就首先要满足这个正确的捏合条件 那这是我们讲的首先要满足正确 其次呢我们说这个齿轮成对使用 它必须要共定在两个轴线上 那你这个轴线的距离如何来确定呢 我们把这个叫做中心距 那中心距的确定呢 就意味着就是你究竟是把它挨紧呢 还是拉开的距离 留不留这个齿轮之间的这个 接触之间的这个侧膝啊 间隙啊 或者这个齿顶要不要留这个间隙 留多间隙 这个和中心距有关 所以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中心距 另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说这个齿轮呢 我们前边说保证一对齿阔 能够实现定传动与传动 那么一对齿轮能不能实现定传动与传动呢 那这个就不一定了 那我们想为什么呢 你每一对齿阔 它所传动的这个角度有一定范围的 而且齿轮的传动是轮齿的这种交替捏合 那交替捏合呢 就在交替过程中呢 你要保证每一对齿阔都能定传动传动 那这时候才能实现整个整周转动的定传动传动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连续条件的问题 所以对研究这个齿 原制齿轮组成一个捏合传动的话 我们可能有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正确捏合条件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中心距的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连续传动条件问题 所以要组成一个传动呢 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三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首先呢 来研究一下第一个问题 就一对建开线齿轮 正确捏合条件 也就是能不能进行正确的搭配 这是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想建开线的齿阔 能够满足定传动传动 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齿阔 在这个捏合的时候呢 这是能保证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保证一对 这个齿轮 能不能正确的搭配 而组成的能够实现这个捏合传动 那这个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我们并不能等于说 这个两个建开线能保证定传动 就一定能够保证这个 实现两个齿轮的一个正确的搭配 现在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我们取两个呢 这个齿轮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 这都是建开线齿轮 那么齿轮一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齿数呢 是17 磨数是8 这个压力较呢是20度 那么齿顶高系顶系数呢 那肯定是一个是 齿顶高系数是1 顶系系数呢是0.25 这一般来说 我们主要给这三个参数 其他参数呢 我们就不用说了 这一般都是这个是给定的 那么再一个呢 这个轮二 它齿数呢是 也是17 但是磨数呢是 压力较呢是20度 那这时候呢 我们根据这个基本参数啊 我们就可以确定它的这个齿轮的 机缘半径 和分度缘半径 这个我们都可以计算 那这个红线呢 就代表了分度缘 这个蓝的这个缘呢 代表了这个机缘 那么由这个机缘呢 所形成的这间开线啊 就组成了这个齿轮齿 那我们看这个轮齿的齿阔呢 实际上是由两侧都是间开线 这两个间开线是相反的 实际上这个是在同一机缘上 形成的两个反向的 这间开线组成的啊 这个轮齿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 现在我们看要正确的 要组成一个传动 要能够正确搭配 那我们看这两个齿轮 显然呢 它首先不能正确的这个接合 不能正确接合的 你看这个齿呢 进不去 这两间系无法进去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什么条件下呢 我们说才能能正确搭配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要正确搭配的话 两个齿轮的分度源呢 那应该的相切 那如果两个分度源相切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呢 像这两个齿轮就必然会造成的 分度源相切 造成的齿的这个干涉 干涉 那么这个干涉的 实际上就是不能的 正确的这个搭配 那么我们说在什么条件 能正确搭配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原因是什么 由于我们说 一对齿轮要捏合的话 它的捏合点 一定在它的捏合线上 我们看 它一定呢 在这个捏合线上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这对齿轮呢 在比如这对齿轮在这捏合 这一点处是捏合的 但到下一点呢 就出现了干涉 就下一对捏合的时候 应该是二合 轮二的这个齿阔 要和这个呢 要进行的接触 但是呢 我们看已经发生干涉 那么干涉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看 对一对齿阔的 存在什么问题呢 对轮一来说 它在法向的齿距 也就等于轮一的这个 就是相邻两侧 同侧齿阔 在捏合线上的这个 相似法向 这个距离 我们叫法向齿距 就等于它的机缘齿距 它的法向齿距 是这个距离 也就是两个接触点的距离啊 对轮一来说 要求是PBE 但是轮二的这个法向齿距呢 它是在这个 是等于PBR 显然这两个不相等 不相等的时候呢 就造成了这种干涉 由于轮一的法向齿距呢 比轮一二的法向齿距小 所以这时候就发生干涉啊 如果轮一比它大的话 那显然就流出间隙了 也不能正确捏合啊 一端接出来 另外一端就没接触上啊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呢 你要正确捏合的话 必须要求呢 这个两个法向齿距要相等 这样才能正确捏合啊 那么我们看 这个原因呢 就是两个法向齿距不等 而无法的正确捏合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呢 那这时候呢 要求呢 两齿轮能够正确捏合的话 应该是在同一捏合线上 两对齿阔能够同时进入捏合 那也就是呢 要求两个齿阔的距离啊 就是相等啊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法向齿距要相等啊 注意这个要 法向齿距要相等啊 这地方呢 应该加两个字 少两个字 法向齿距相等 那么这样呢 我们看 现在这个 齿车你看 这对齿车 我们将来把这个齿数啊 把它改一下啊 虽然一个17一个 但这俩魔术相等的 压力角也是相等的啊 那齿数虽然不一样 但是呢 我们看 它的法向齿距是相等的啊 法向齿距相等 你看 都可以呢 就可以正确捏合 那我们看 第一对在这儿 那么第二对齿 就是两对齿呢 在同时在 捏合线上两点 这个接触啊 都应该在捏合线上 所以法向齿距呢 应该是相等的 那我们看 这时候呢 它就能保证正确捏合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呢 这个 钥匙的两尺对啊 这个法向齿距相等的话 那我们说 法向齿距呢 就等于分度元齿距 乘上一个cosin的α 那么对轮一来说 它的法向齿距 是这个计算 对轮二的法向齿距呢 这样 这样相等的话 我们就可以导出 由于α1和α2的压力角 是相等的 所以魔术呢 也要相等啊 所以这时候两个齿轮的这个 魔术和压力角呢 要分别相等啊 这也就是我们讲的 一对健康线齿距 要正确捏合的话 就是两轮的魔术和压力角 应该分别呢 相等啊 相等 那我们看 刚才呢 我们用一个魔术是8 一个魔术是10 它是不能正确捏合的 但这时候魔术和压力角 分别相等以后呢 那就保证了 法向齿距是相等 所以这个齿轮的传动了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意义上看出啊 我任意拿两个齿轮 能不能正确捏合 关键看 这两个齿轮的魔术压力角 是不是相等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得出了一个 正确捏合条件啊 就是 一个呢 就是对一般的健康线 要正确捏合啊 就是要求 法向齿距必须相等啊 这是我们讲的 一般的情况 但对一个建开线的标准齿轮传动来说 啊 那我们说这个要求了两个魔术和压力角量 必须要分别相等 啊 那么说我这个魔术和压力角啊 如果不等 能不能 联合呢 我们说也可以啊 这非标的这种呃 齿轮也可以 那就必须要满足上面这个条件啊 就是魔术和压力角 你必须满足这个 法向 就是魔术 乘上 它自称压力角的余旋 应该等于轮二的魔术 乘上压力角这个余旋啊 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啊 所以这时候呢 你只要满足这个条件 它是完全可以的啊 但是工程上呢 我们知道魔术压力角为了制造这方面的话 魔术压力角一般都是分别相等的啊 这样用于同一把刀具 我就可以加工呢 这个不同的这个尺数的这个齿轮啊 所以这个呢 是在工程上呢 是这样啊 在一些特殊场合 我们也可以采用的魔术不相等的啊